这味道真的 very nice 我的天 这么难剁我 人来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子 剁的我有点懵了 我是胖子 老亲们 今天我准备了这么一大块排骨 想吃一个什么 想吃一个韩式排骨 咱们呢 还是想把它分开 但不太好切啊 咱们给煮开啊 清洗一下 但是上面挺脏 味道适合 锅中加水 排骨冷水下锅 加入巨星三点构 葱姜 尿酒 点火 点火 干火 把焯好水的排骨啊 咱们捞出 去清洗一下 把上面的浮沫咱们洗掉 好 准备两个洋葱 对边给它切开 放到料理机当中 加入苹果 把打好的洋葱汁 还有苹果汁 倒到里边 加入葱姜 加入蚝油 etus 加入 login 加入蚝油 加入蜂蜜 加入蜂蜜 iper用蚝油 加入蜵蜂 加入蜂�e 加入蜂蜴 加入蜜蜜 加入蜂蜜 团蜂 加入蜜蜜 盐 攪拌均勻 老前面 攪拌均勻以后 腌制上15分钟 把腌制好的排骨 咱们倒入到隔壳锅当中 把剩余的汤汁都倒入隔壳锅当中 少加一点水 盖上锅盖 煎火 老前面 上汽以后 炖上25分钟就可以了 太香了 老前面 怎么样这个颜色 是不是非常诱人 咱们直接倒吧 起锅 炸入芝士 把芝士炒坏 把芝士加入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关火 哇 开饭了 开饭了 我先给你们尝一份 尝一份打个影 哇 这都快 哇 哇 太耐色 very nice 这味道真的 弄一点芝士 嗯 确实是挺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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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啊 一点都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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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嗯 超好吃的 哇 太烫了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哇 哇 这个排骨裹着这个汁是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哇 太棒了 吃这个排骨就是一个缘分 哇塞 嗯 这个汤汁拌这个米饭也太爽了 哇塞 这才是新鲜的吃法知道吗 这过瘾 过瘾是这的 来点芝士 芝士 咱这样吃啊 我们都吃过了伙伴 得把它完全在包裹上面 然后 真好吃 太好吃了 孙生没毛病 今天是很二位 拍着方的 排骨最多 这这么做法 第一次吃 最好吃 一点都不腻 嗯 芝士拉丝的 配合着奶香味 是不是棒 嗯 我这开始脆过 哇塞 太香了 那怎么说牛饼啊 那怎么说 熬的一个是吧 吃过去了吧 过去 排骨啊 还好一点 排饼 我都吃饿了 两碗饼菜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请好我们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 再见 饼菜车很普通 人粉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今天啊 我去采购 老板强烈给我推荐这个东西 我看着东西 我看着东西 看着吧 我们这边叫吃了厨 哎呀我看着这个东西我是头疼 据说这个东西炸的挺好吃 然后咱们今天炸的吃 废话不多说 拿到 过来 你大家不要有个才艺好不好 来然后你叔叔们叔叔有多少只 好大 来 好姐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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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老铁文 一共八十八个 我这是花了七十块钱 这个东西好贵呀 最后我就说 咱们去清洗一下 把清洗过的这个吃肉包啊 咱们加盐 胡椒粉 胡椒粉 搅拌均匀 你这葡萄吃的也不土豆也不土皮 土皮是浪费 土皮 土籽 土籽 土籽好吃 味儿甜的胡椒 是一个涩涩的籽 别有一堂风味 洗锅 烧油 油热后下入鸡蛋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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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煎了两分钟 然后加入辣椒面 自然 麻辣千 白芝麻 出锅喽 好 我实在是不知道看哪下醉也要老片 喝点皮的 装装胆 俗话说得好 酒棒胸文胆 我不是个松人 我很恨 就拿着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我我我先来了 哎呀 哎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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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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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累啊 哈哈哈 但是不是 我不能看着 只看有点恐怖 脆脆的 特别香 哦 不过 这味可不贵的 这么一盘呢 70块钱 差不多 这味道 都不贵的 你不贵的 这味道 都不贵的 它有点恐怖 打虫头退下来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一个全新的感觉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转方评论关注哦 再见 飞茶中加入小苏打 加入白醋 反复给它清洗五遍 这样更能去除味道 两小话不多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老体们 看到了吗 我刚才洗的肥肠 已经洗了反复洗了好几遍 已经非常干净了 今天咱们用它做一个水煮肥肠 废话不多说 先把肥肠焯一下水 肥肠浓水下锅 加入去腥肠三千克 葱姜 尿酒 开五 水开以后啊 煮上二十分钟 把肥肠直接煮熟就可以了 把焯好水的肥肠 咱们捞出来 去清洗一下 清洗好的肥肠 咱们改一下刀 起锅 烧油 油热以后 下入葱饭 加入底下 中边酱 火锅底料 炒出红红油油 加入肥肠 把炒好了肥肠 倒入到锅中 锅中下入豆腐皮 手撕它 然后加水 然后加水 咱们下面调一下味儿 加入白糖 盐 开火 开火 咱们炖十分钟 炖了十分钟 咱们关火 加入蒜泥 辣椒面 撕入烤油 撕下热油 撕上热油 撕上热油 好了,老天文,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这个味道非常哇塞啊,我去拿个碗 这么好的菜,赶紧来尝一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来个细子尝尝 我最爱的大肠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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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大肠正确的打开方式 太棒了,这味道 再来块豆皮 嗯 嗯 豆豉相当给厉害 哦 小姐们,看着非常,多么诱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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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股 大肠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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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棒了 下手啊 哦 哦 哇 嗯 嗯 嗯 贵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就不查你们 太好吃了 好 再见 人太话不多 想吃什么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老板 今天天实在是太热了 嗯 咱们今天做点简单的 弄点什么 弄个闷面去 嗯 今天的闷面 跟以往的闷面不太一样 今天 这个闷面具有河南的特色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个河南的大出作 因为太热了 我今天就休息 然后咱们有个千哥住 早上一天 然后他做 我主要就在这两二 嗯 千哥是河南人 所以说他最后做一个 河南闷面 咱们看看到底怎么做的 对 你就是怕热 懒知道吧 所以说还想吃河南没面 让我做 哈哈哈 看这肉 其实今天肉买的 稍微有点肥 有点瘦 有点瘦 现在这有点肥肉 吃没面是最舒服的 这豆角有点少 等会儿咱们再去院子里摘点 这豆角没打药 没打药 你看 虫子咬的 虫子咬的就不要了 这一拔沟吧 先把他吃点烫了 咱们等会儿用大锅蒸 所以咱们先把容器给它洗一洗 因为今天人比较多 小锅一次蒸不了 蒸得不够吃 这也被摆个小踢步 和来的这个卤面 跟别的不一样是啥呢 这个面条必须生的 先蒸一次 这是生面 这是一共要蒸两次 这是蒸第一次 没有菜 先把它给蒸八成熟 咱们等着锅里面的水烧开了 锅里面的水烧开 把麦条往里边一放 第一步就完成了 需要继续吗 弄好了已经 现在把麦条上锅里边 往上锅上一块 谁让你懒啊 好 上汽蒸上10分钟 咱们下部开始准备第二步 炒配菜 咱们开始上锅 炒不住 好 竹虎 脱肉 涮肉 脱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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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肉 脱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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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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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鲸鸡 胡椒粉 水开着关火 等着面条蒸好 把面条和汤一拌 再上锅蒸就行了 咱们把它捞到盆里面 面条马上 咱们老师在北京 你看手弯这样,往下扯去 手指那块 往下扯几正 咱们现在去整麦条 一、二、七、一 第一遍好了 然后把它给咱们刚才炒好的菜 放在一起拌一下 再来第二遍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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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面粘在一起了 那把它给摔开 然后把这个放在这边 把面放进去 然后筷子把它给拌一拌 让这个面条啊 吸收吸收咱们这个汤汁 然后再去 来,我先煮一拌 我爸刚才炮二十五 炮了一拌 炮了一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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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蒸它十分钟 好,时间到了啊 咱们开始 起锅了 上屋的铁 走真了 有没有在学个食堂的感觉 哎呀,我来了 你过来干嘛 我来了 看饭了我还不来呀 要不然太沉了,那里到时候 沉不好沉 个子绕个子倒软啊 油煮 赶紧夸话我快 夸话我,现在你没动 我让你吃饭吧 一般啊 继续努力 哈哈 今天你不能吃 夸话换你 哎不行,我就不吃 哎,我和你尝,你尝到铁蛋 怎么样 看我吃碗肉 可以 味道确实还可以 不能让它焦好 吃吧,尝吧,熟吧 嗯 味道一般啊 下回做好吃点的 可以再改进改进啊 好 就好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我看你吃几碗啊 一碗就想想,味道一般 不是 没有想象都那么理想 对啊 味道还挺高 来,我来点 拿那个大爽 好吃 打脸呗 打脸呗 打脸是打脸呗 哈哈哈哈 给你点面子 你再吃点啊 别给我面子 给我面子干嘛 谢谢 这是可以 味道可以 嗯 嗯 好吃 赶紧吃吧,赶紧啊 我来个鸡腿一下 哈哈 你吃面就行了 你吃面啊 我来个鸡腿 来个鸡腿 来个鸡腿 赏你了 谢谢 来啊 这个鸡是最好吃 不吃鸡腿没有灵魂 不吃蒜没有灵魂 对于我来说,不吃鸡腿没有灵魂 这个做法 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嗯 但是做出来以后这个面条 口感非常棒 嗯 大家如果在家方便的话 可以尝试做一下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 再见 嗯